北韩Style搬到新加坡超狂摄影官 跑步随户都来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赴新加坡出席美朝会谈 超狂摄影官 贴车跑随户随行抵达新加坡 南北韩峰会时让外界大开眼界的北韩Style 也再度搬到新加坡上演 南北韩峰会时 北韩摄影官眼中只有金正恩 尽管挡住南韩全球直播镜头被劝离 也丝毫不肯让步 金正恩与南韩总统文在银在桥上喝午茶时 转播画面都是北韩摄影官的屁股 超狂摄影师到了新加坡一样狂 北韩摄影官时日在金正恩自机场出发前 早已等候在北韩团下榻的瑞吉酒店外 可能为了在北韩国内宣传此行受到国际瞩目 北韩摄影官到处走动拍摄现场人潮 当今正恩车队从机场前往饭店 新加坡警方已进空道路进行管制 摄影官也不管新加坡警方多人上前阻挡 硬要穿越马路 且坚持站在他认为合适的拍照的点 工作人员屡劝不听 直到新加坡多名警察与工作人员上前 将他包围沟通后 他才不情愿地移动了位子 南北韩峰会时12名随护于自列队贴车 跑步护送金正恩返回北韩用餐的奇景 这次也在瑞吉酒店上演 金正恩车队由酒店出发前往新加坡总统府时 随护在饭店里一路跟跑护送 但是板门店南韩侧到北韩侧只有一份20秒 前往新加坡总统府车程要10分钟 因此车队出了饭店 随护也就上了车不跑了 金正恩行踪神秘 鲜少曝光 此次访星 班级尚未降落 瑞吉酒店外挤满大批媒体与围观民众 虽然金正恩直接驶入地下车库 让围观民众无缘看到他的风采 不过超狂摄影师与跑步随护应该让人稍微弥补了点遗憾 相关阅读川金会专题报道 参照 参照